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DPR在今天凌晨放出了赛部文化2017火线夜之城的特别篇 为玩家带来了支线任务 自动化的爱意识剧演示 由金妞里维斯出演的《江宁英首》 在电梯内与玩家相遇 向玩家提供了关于胡爪帮的部分情报 最后玩家在一片霓虹迷醉的营业厅内进行调查战斗 可以见识到许多风情万种的知性女孩 在7分10秒左右还能听到人声巅峰的喘息音效 又是一阵战斗后 换了新发型的保佳丽娅妖王同玩家攀谈起来 视频最后玩家被强行捆绑在了超梦体验机上 两天后的第五期火线夜之城 CDPR还将放出《江宁英首》的幕后故事 敬请期待吧 根据Unity引擎公布的第三季度财报显示 采用Unity引擎制作的综艺闯关游戏 唐斗人终极淘汰赛在Steam上已经卖出了1000万分 唐斗人在今年8月4日登陆Steam 已经发布其刺激搞笑的娱乐氛围 功夫多样的闯关玩法 加上大批的主播带动 虽然使得这款游戏迅速出圈爆火 但是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就能达到千万级别的销量 实在也有些出人意料 上一款在Steam上销量强劲的绝地求生大逃杀 突破1000万成绩 用了近6个月的时间 并且这两款游戏都遇到了严重的外挂问题 俯视角大逃杀游戏 超级动物大逃杀现已转为免费 日前购买游戏的玩家都可将数据迁移到最新版游戏中 新版本中加入了斗牛犬 萨摩耶和德国牧羊犬三类全新角色 同时还加入了全新的32V32模式 玩家可加入一只32人小队 夺取对方四分之三的旗帜 或者消灭对方所有玩家即可获胜 本作是一款极具创意的大逃杀游戏 玩家可操控狐狸 兔子 熊猫 或树兰等可爱动物 加入一局可容纳64名玩家的大逃杀 抄起机关枪 来进行一场充满激情的护射 模拟救火游戏模拟消防英豪 现已登陆Steam售价88元 本作中玩家将扮演英勇的消防队员 在北美西海岸的数十个不同地区场景中执行任务 积极勇敢地抵抗大火 营救危难的平民 游戏有着较为真实的模拟效果 电子设备 化学药物和热油等物品 都有可能成为火灾的元凶 针对不同类型的火灾现场 玩家需要挑选合适的消防器具 来完成灭火 本作同样支持联机有玩 据评论区玩家提供的方法 如果联不上服务器 可以试试不要用仅限Steam联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可以访问我们全年都在打折的 游戏CDK微变 和重新开业的淘宝店 还有上传视频 文案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在公众号留言 指出我们文案的错误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